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我们要搬家咯 1月7号起 最中立 最客观 最好看的 年代向前看 就在依新闻频道 周一到周五 晚上8点 林冠和你一起 年代向前看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大家好 我是林冠 欢迎我们忠实观众跟粉丝朋友 想描QR Code订阅年代向前看 YouTube官方频道 我们订阅突破39万人 这两天川普一方面 在美国内部 民主党提出了弹劾案 另外一方面 这个川习两人 各自内外交战 那川普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讲 一方面针对贸易战演讲 另外一方面 也对香港议题表态 他除了讲好日子结束了之外 在美国内部 还有最新的进度 那这个参众两议院 事实上都通过了 香港人权跟民主法 这个法案可能对香港造成庞大的压力 跟制裁也对中南海造成庞大的压力 那美国国会事实上还通过了 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台北法案 另外一个2019西藏法案也正式提交 换句话说 最近几天制裁中国的三大法案 香港台北西藏几乎是中南海哪里痛就打哪里 那除此之外呢 国务院今天还有一个最新的制裁名单 这个制裁名单当中包含了六家中国企业 指标的这个中远洋 或者是中和石油 事实上都是非常大的国营企业 特别是石油相关的指标公司 那国务院的制裁造成了美中另外一轮的双方对立 制裁中国的背后有多少部位人质的内幕 我们待会好好聊聊 好今天现场请到六位特别来宾 第一个好朋友汪浩大哥 大家好 再次透视中国研究员 同时是台大政治系农誉教授 明居正老师 再次朱月宗 大家好 再次张沃澄老师 大家好 再次温朗东 大家好 再次黄创夏 大家好 我们看一下川普一部分非常重要的演讲 二十年代 这件事情 这事实上是完全正要证明的 网渐 这中一句 而不是中国和其它BREFORMS 已经进行 它将在中国的 А国家关系统 sensational 用低治态 市民主义 空腹 and also trade secrets on a grand scale. But as far as America is concerned, those days are over. To confront these unfair practices, I placed massive tariffs on more than $500 billion worth of Chinese-made goods. Already, as a result of these tariffs, supply chains are relocating back to America and to other nations, and billions of dollars are being paid to our Treasury. The American people are absolutely committed to restoring balance to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Hopefully, we can reach an agreement that would be beneficial for both countries. But as I have made very clear, I will not accept a bad deal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Well, from now, we can see that Trump said 第一个参政两院外交委员会 已经通过了香港法案 而这香港法案就是警告习近平 你不要等到10月1号过了以后 又开始对香港动手动脚 这里面很具体的是 第一个正式谴责中国干预香港 所以这个想法里面很清楚 然后第二个停止向香港警队 出口任何的吹裂弹 这些武器不能再用这些武器 用美国的东西去对付香港人 而且支持香港人继续去示威 所以对香港这个东西 他们态度是非常明确的 其实川普第一次在联合国里面 直接讲出来之后 整个美国就动下去 当然如果川普和参政两院 都是这种态度 很显然的 省议很快会过 白宫很快会签字 然后再过来呢 是另外一个呢 还特别在这个时候 外交委员会呢 特别在他们网上里面 特别点到这件事情 是说这件事情 他们的网页里面写的 特别提到 今年是天安门30周年 所以香港美国不会再袖手旁观 香港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了 然后再过来呢 对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 又通过了台北法案 这里面呢 是把美国呢 对于台湾的外交关系 和外交受挫呢 美国将采取主动而积极 以及惩罚的行动 主动而积极就是说 过去的时候呢 只是可能就随便的说 关注而已 现在是说 美国将采取行动 主动的行动 跟世界各国政府接触 帮助我们去加入一些 非主权有关的国际组织 美国要主动出席 第二个呢 还有我们现在15个邦交国 如果你中国呢 或是这些邦交国的政府呢 你有一些想要跟中国 更拉高关系 美国就跟你降低关系 你的军事援距 军事援距 美国都可以加以处罚 然后最后一件事情 是从去年年底的 国防授权法 台湾旅行法 里面都提到FTA 也想说将来在审议的时候 希望加入FTA 成为一个正式的法案 直接的把你给加进去 让美国在跟台湾签FTA 有法源基础 有更强大的一个推进 这就是告诉中国说 你哪边痛 我就打你 那当然还有西藏法案 那当然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香港的局势呢 也开始在继续的变动之中 因为呢 十一是中国的国庆 可是929的时候 香港人说 这是国商 不是国庆 他们还要继续发动 在10月1号 中共十一大架之前 香港的继续抗争 那我问一下 王豪大哥 我刚刚讲 这个川普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讲 几乎是哪里中国痛 他就打哪里 那如今呢 这个美国国会各式各样 香港台北西藏的法案 一个一个拿来伺候对付中南海 对这个真的是一个 一连串的行动 而且是全方位的 那个除了川普连着两天在联合国 针对中国的演讲和会议 这个昨天我们已经有介绍了 那这两天 美国国会也连着出了好几个法案 一个是9月11号刚刚通过的 维吾尔人权法案 这是国会 美国参议院已经全部投票通过了 现在等着众议院投票 那第二一个是 昨天晚上通过的 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 那个是参众两院的外交委员会通过的 那应该在10月中 这个两院的全体会议投票 那下面那个台北 法案是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通过的 那应该还需要众议院来推动 那新疆人权法案 是刚刚提出来的 那还需要一段时间 那不管怎么样 这等于是我们在讲四个法案 国会都在同时讨论 都是跟中国有关的 新疆维吾尔的 香港的 台北的 这个还有西藏的 特别都是比较重视 在人权方面的情况 而且他们 除了台北法案以外 另外三个法案 都有提到要引用 美国这个非常有名的 马格尼茨基的法案 这个就是根据 那个现有的法律 可以对于中共 违反人权的官员的 个人追究责任 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资产 而且对他们的亲属 和个人的资产 也包括他们去美国的旅行签证 各方面都可以进行制裁 所以这个法案是实际上 对于这个中共官员的威吓 是非常严重的 那同时就是昨天晚上 美国国务院又提出的 关于对于这个 跟伊朗有关的 新的伊朗制裁名单 那有五个中国人 还有六个非常重要的 中国国营企业 中国企业 对 美国关于对于伊朗的制裁 当然主要是针对伊朗的 特别是昨天 美国国务卿提出的是 对伊朗的革命位队的制裁 但是他又在这个技术上 特别提出了 就是有中国的个人和企业 违反了美国对伊朗制裁的禁令 专门去帮助伊朗运石油 那这里面他提出的 这个名单里面 最重要的两个 一个是中远公司 这是中国最大的航运公司 这个就叫中远洋 中远洋 另外一个是昆仑 昆仑集团实际上是中石油的 Petro China的 那所以这两大集团 它是中石油下面的航运公司 对 所以他帮中石油运油 运石油 所以这个是航运公司 这个也是航运公司 但是它是中石油的航运公司 中石油几乎是全球 现在消耗量最大的石油公司 所以它的航运公司 也是数一数二大 是 所以这些公司的主要是中国 因为我们谈到中国的石油 有将近40%是要靠进口的嘛 那靠进口的话 当然在一般情况下 大家在国际市场上去买 特别是中东去买 这个是很正常的状况 但是因为美国对伊朗的禁运 所以是禁运伊朗的石油 要大家不要去买伊朗的石油 那曾经就是说 美国给予中国的 包括几个国家 台湾也是 这个日本 伊朗 中国都有一段时间的豁免 说你可以短暂的去买一下伊朗石油 但是这个豁免已经取消了 现在开始 就是说三个月以前开始 大家都不可以去买伊朗石油 不可以跟伊朗交往 这里面包括华为的孟晚舟的案子 也是跟伊朗交往 所以才发生的嘛 那现在的说美国就是发现说 中国这些企业违反禁令 冒着风险 故意要去跟伊朗交往 去跟伊朗这个政府的机构 去买石油啊 这些行动 那当然美国就要对他们进行制裁 好我们稍后立刻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川普这两天 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讲 那针对几个重大议题 非常明确 而且非常完整的论述 美国国会事实上 这几天也有一连串制裁 中国相关的法案的动作 所以串联起来包含了行政的白宫团队 包含了美国国会的 这一个整个整体美国政府的氛围 如今制裁中共 或者是围堵中共的局势 是越来越凶险 也越来越对立 我们看一下下面的片段 一纮的问题上 一项最激烈的三个总统 是营销 它是由纪维的人 倒论而公平的国家 这些维持维性的能力,在这些完全没有脏性的成本 这些维持维性的维持维性, 这些维持维性的维持维性和静新的维持维性 这些原因,美国人是在双方同学的课程中 foreign technology and investments and to protect our data and our security we urge every nation present to do the same freedom and democracy must be constantly guarded and protected both abroad and from within we must always be skeptical of those who want conformity and control in the united states my administration has made clear to social media companies that we will uphold the right of free speech a free society cannot allow social media giants to silence the voices of the people and a free people must never ever be enlisted in the cause of silencing coercing canceling or blacklisting their own neighbors 明老师刚看到的是川普的演讲 那他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其中一部分 不过现在看起来白宫的行政团队 川普个人的演讲乃至于国会各式各样制裁中国的法案 现在看起来整个美国政坛的氛围对于中共的这一个政权跟这一个全面围堵的对立是不断的拉高 对那当然这个情况其实我们在大概现在是2019 我们在17有比较明确的感觉 然后18我们就是很清楚地说出来了 我们说看来川普打的恐怕不只是一个贸易战 去年4月的时候我们就说他可能会从贸易战拉高到货币战 科技战经济战到意识形态战争 所以去年9月他不是也在联合国演讲吗 就已经讲到这意识形态战争 可是那时候今天你看到这次他演讲的时候大家都很安静 去年演讲的时候比较吵闹 然后他讲的时候很多还笑他 他那话有点讲话就会生气下来 他说没关系 反正过几天我副总统会讲得更清楚 所以后来就有了彭斯和哈森与斯文的演讲 然后就把意识形态那部分的讲出来了 所以现在这次发言的背景当然是晚了一年 但大概有点点不一样 第一就是他准备竞选连任 第二就是他现在正在一个美中贸易战当中 他希望签贸易协定 至少口头这样讲 然后第三突然爆出了香港的黑天鹅事件 然后第四最近伊朗又攻击了沙尔地阿拉伯 所以再像刚才王后生讲的这个一个礼拜一个法案 大概就在这个氛围下面他做着演讲 所以我稍微整理一下他演讲到十个重点 第一就是自由世界起来保卫我们的价值 第二就是反全球主义 他支持爱国主义 第三就是说美国经济好转 然后第四就是批评中共 这我们等一下会想一说 然后第五他就提到香港问题 然后说应该尊重中伊联合声明 第六他提到国际一些事情 像伊朗问题 北韩问题 阿富汗问题 墨西哥问题 跟委内瑞拉问题 他花了最多时间 第一是讲伊朗 第二讲委内瑞拉 伊朗是因为他谈这个攻击那个沙奥地的事情 然后委内瑞拉呢 他想要就是从这话题去引申到 刚才我们看到那个片段 就讲社会主义跟那个共产主义的问题 所以第七点呢 他讲社会主义 他的开头那句话呢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听 他说社会主义的幽灵 The Spectre 他这句话是从共产主义宣言出来的 共产主义宣言就开头讲说 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大地上 欧洲大地上游荡 他就拿这句话来讲 所以第七大段呢 他讲的是共产主义跟这个社会主义 这我们来要详细说 第八段呢 大家不晓得有没有特别注意 他从这边引申到一个问题 社交媒体 讲了不很长 但是呢 却是大概在这个场合第一次这样说 所以我们估计将来还会有些什么事情 这第八个 第九呢 又回头去讲价值观的问题 谈到了妇女的保障啦 宗教自由啦 然后还谈到美国的这个 叫做宪法第二修正案 宪法第二修正案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人呢 可以有拥有武器自卫的权利 他又帮枪去辩护了 这我相信很多人是很不高兴的 最后一个重点呢 他谈到是美国的制度优良啊 然后文 所以大家都应该爱惜文化 历史传统啊 爱惜人民 爱惜尊严 然后最后有神的保护等等 他做这些事情 所以在这十点当中 我们看到几个特色 第一呢 他虽然他讲话有时候停一下 但他基本上言语非常流畅 他没有看稿啊 他没有看稿 这事情他都记得很清楚 就一点点这样 谈得说娓娓道来 这是第一个 第二呢 除了刚才讲的这几个反案之外 他在一天前还参加了 联合国的那叫宗教自由论坛 在那个地方呢 特别谈了宗教信仰的问题 大家对于美国 对于宗教信仰的重视呢 可能有点低估了 大家不一定清楚 美国的重要立国精神之一呢 就是宗教信仰自由 当初很多人移民来美国 有两个大原因 一个是欧洲生活不好 第二就是欧洲宗教 那个清亚 跟欧洲那个宗教迫害太激烈 所以有些小教派拿受不了 他为了寻求那个 这个教派跟信仰自由呢 所以跑到美国来 然后后面又因为 什么马银鼠病啊 什么等等 然后就增加了更多人 但它核心价值呢 的确是宗教自由 所以美国在很早呢 就对于说宗教自由的问题 非常在意 对信仰的问题非常在意 那我们现在看久了 我们看惯了美国的科技 经济跟军事呢 我们常常把这点忘掉了 所以这个我觉得 还是值得提一下的 那然后再来 就是刚刚讲的几大法案呢 当然现在就是香港朋友 对于香港的人权民主法案 有很高的期望 我倒想提醒一下 暂时还不要期望太高 因为美国这东西呢 就是抓在手上是备而不用 那不一定什么时候用 而且用出来 也不一定会一次就用到底 它有很多 用我们的话来说吧 有很多刻度的选择 我可以从零到十 我决定说我要用多少 用多重 所以这地方还有很大的 这个商榷的空间 那把这些背景交代完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这十点当中呢 我认为有六件事情呢 特别值得谈 第一个事情就是价值观的问题 我们晓得说 当然很多国家领袖呢 在做这种讲话的时候呢 都会谈价值观 可是川普他是比较明确的 他一直在讲 就从头到尾这么多次 你看这几年演讲 他都很强调就是 自由民族啦 什么这些反应 他强调什么呢 他强调两点比较特别 一个是传统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神 他这个当然美国人很多人 嘴巴都想信神 我到美国或者欧洲呢 跟这些政治人物去谈事情的时候 他们也经常把神挂在嘴上 有的时候我实在听不过 觉得说 Mr.和Mr.的时候 你真的信神吗 我就真的这样问 他说我当然信神 我说我再问一次 你真的信神吗 我说你真的信神吗 你不会讲刚刚那句话 意思就是说 你们现在不要只是挂在水 嘴巴上面 二次大战 大家看见纳粹 迫害犹太人 迫害得那么惨 说never again 就现在看到这件事情 你都无动于衷 什么叫真正信神 那么川普呢 他一直在强调这件事情 我倒觉得有点惊讶 所以第一个 这个价值观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 我刚刚谈了说 社会主义的幽灵 他在那边用了比较多的篇幅 在谈的问题 他是从委内瑞拉的情况 一路讲一下 他说你看 委内瑞拉原来是一个 富有的国家 生产石油嘛 生活也很好 那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呢 因为后来 一念之差 走了社会主义 然后社会主义 跟共产主义 这幽灵 然后怎么等等 他特别讲 他说在过去 这么一百年当中呢 共产主义 在全世界杀了一亿人 那么然后呢 对各方面到了 造成了很大伤害 他说共产主义 或社会主义呢 不像我们也想象了说 他是会带来 会消灭社会上的不公平 消灭社会上的不平等 然后帮助贫困的老百姓 脱离贫穷 他说不会的 他说走到现在 我们看见 社会主义 跟共产主义 带来什么呢 就只不过是 帮助统治阶级 他用这个词啊 统治阶级 争取权利 跟维持权利用的 然后现在呢 这些共产主义国家 或者极权国家呢 用了这个极权主义的 意识形态 加上现代科技 刚刚特别有一句话 加现代科技 然后使得 他们对社会控制 到达了空前的地步 他说这点事情 我们要警惕 我们要来努力 然后他说 我要重复一件 我在国内 讲过多次的事情 美国绝对 不会走社会主义 他的话 其实是这个意思 其实我们现在仔细看了 就是美国的政策里面 事实上很多发达国家 政策里面 都带有社会主义的 这个因素在里头 我们只要看一件事情 大家有兴趣的话 当然我不特别鼓励 这些事 但你如果真有兴趣 去做一下 看共产党宣言 1848年共产党宣言 倒数大概第五到第六页 那个地方 马克思那边讲说 我现在提出几点呼吁 希望说现在有几件事情 立即可以做什么等等 什么废除同工 女工 什么订工时 然后订最低工资 然后什么公共安全 什么之类 大家注意看一下 那些是我们一般所说的 当时共产主义的十大口号 或十大呼吁 大概在绝大部分 先进国家 现在我们至少 做到五条到七条 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元素 是非常明确的 我们这边反什么呢 我们反而是激进社会主义 就是拿一个原则 把它推到底之后 其实破坏了很多东西 我讲到最简单的东西 大家一直觉得说 社会主义很好 因为帮助贫穷的人 什么的 但大家有没有想过 这个英国人最早 讲过这句话 但是后来呢 大家东欧国家 其实证实英文这句话 他们说社会主义养懒 社会主义养懒人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工作呢 你也可以得到 最基本的生活的保障 那么有些人就是 他真的不要更好的生活 现在呢 他只要买得起一台手机 然后能够上网 能够打怪 能够干什么东西 他变成了不要说 所以我拿最低生活工作就可以了 那这种人对社会 坦白说呢 帮助是不大的 你是消耗 所以川普反对的是一个激进的社会主义 他就批评了民主党的社会主义 什么等等 我觉得他讲这段话是有感而发 因为 大概他的很多政策 相对来说呢 是比较古典的 所以古典的这些带有比较重的资本主义 设想的东西呢 跟这种社会主义这些 有些激进的价值观呢 就发生冲突发生矛盾 所以他现在很困扰 就是说 我现在怎么去跟这些战斗呢 我觉得他现在正在摸索这件事情 所以他现在提出这问题呢 但是并还没有提出真正的解决方案 不过他至少指出说 这是一个危害 这是一个问题 然后重复说 所以美国不会去采行这种社会主义 那我觉得他的意思呢 是比较明确的 当然他后来又在最后 大概为了选举吧 所以就修理一下民主党说 像你们的移民政策啦 围墙啦 健保什么 你们都是有问题的 还什么绿色科技 你们都是有问题的 所以还是应该回到我这上面来 所以他花了很大篇幅谈这个 那么这也呼应了 他这几年来的一个主要的思路 这是第二点 第三个是社交媒体 社交媒体 我们广告之后再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川普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讲 约末有半个小时长 那提及非常多的议题 同时呢 美国国会针对制裁中国 各式各样香港法案 台北法案 西藏法案 都有进度 那香港法案的进度最快 参众两院都过关之后 事实上 这个很有可能 跟白宫达成一定的默契 那明老师刚刚讲到 川普的演讲 提及很多更完整的内容 政策论述跟路线 那当然他也提及 社交媒体 社群媒体 言论自由 那特别是在台湾 在美国都感受到 这一个社群媒体 干扰政治议题 大众议题 甚至干扰选举的 这一个状态 对 他这地方倒讲得比较简单 他就从刚刚讲那个 极权主义意识行动 那边 加上现代科技讲解 他说 所以现在很多这些社交媒体呢 那什么等等 然后会侵害到一般人的 言论自由了什么等等 他话讲得很轻 但如果你结合起 这几年的观察的话 就像刚才 林冠小姐已经说到 他在选举前后 他觉得深受其害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也看 大家去看美国主流媒体的话 你不认为他会赢的 对不对 然后我自己看美国主流媒体 也看了一段时间 我一直讲 我说 就是因为我朋友在现场 把那个拍放给我看 然后我才发现说 我被主流媒体骗了 所以他自己当时 意识到这件事情 他就用了推特 用了脸书什么的 然后就直接发布了新闻 但是现在不是 你前阵子我们做节目 然后说 中共要进来去买那个推特 那如果真的买笑 他连发言的地方都没有了 所以他对这些 他觉得言论自由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再来就是什么 就是假新闻 就影响到了美国的选举 就直接撼动到了 美国的民主政治基石 所以这方面 千年点一下 我们看到后面还怎么做 他们前阵子 不是也见了祖克伯 见了什么人吗 当然就是 在网上会谈的问题了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呢 就是他喊这个 中共进世贸的问题 就是不公平贸易的问题 他要把这几年来 再讲这个 中共不公平贸易 那什么五大问题 六大问题 都拿出来讲 什么补贴啦 清销啦 然后偷窃啦 什么什么都拿出来讲了 特别讲的是一个美光的案子 然后那个案子 因为比较具有这个 那个案子 待会我会细谈 那个案子 他也讲到说 美光因此 受到87亿美金的属账 我很惊讶 他把美光的个案 直接在联合国上面讲 对 我也有点惊讶 因为这个当案子 我们知道 就是这样讲的 毕竟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他都引申出来 就是说 你看第一呢 原来我们前面这些总统呢 都讲说 你让他进来的话 他就会改变自己的 现在你们全部落空了 比方说 这个理论是错的 这个观点 大家如果没有 就还没有忘记的话呢 在那个彭斯言讲的 讲得非常透彻 对 那是第一个 所以他又加了一句话 他说 世贸组织应该改革 那这个东西 我看将来也会有后续 所以他说 因为这些都不发生效用 所以我们就要对中共增加关税 然后他把关税一些后果呢 简单讲一下 他特别强调就是 生产线的变动 这个当时我们也预测到 我们说 他这个政策呢 只要打得够久 打得够重 生产线会调整 然后生产链呢 整个都会变化 那现在慢慢开始了 然后最后他还掐一句话 在这地方 他说 我们还是希望跟中共 有一个贸易协定 他一直在讲这句话 但有的时候还跟你讲说 没有关系了 没有贸易协定 我也可以连任了 对不对 但我们认为 他还是想要有 但是这地方是有个陷阱的 将来我们会详细说 中共会不会是 现在跟你签了一下 到最后 你快选的时候 啪 我跟你翻了 没了 我让你看你怎么选 所以这地方我们也提醒一下 这个美国也不要太高兴 这都不一定能够怎么样 但他呼吁说 我们还是回来谈判 再来就香港问题 他这是比较明确讲 他香港问题 要尊重中英联合声明 他中英联合声明 他特别讲是一个条约 不是一个联合声明 因为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 这种声明呢 可以是君子协定 可以是条约 君子协定就是 礼貌上遵守一下 不尊重没关系 条约的话呢 就看后面是不是有罚则 有没有什么东西 那么现在美国就是 第一 我认为他联合声明 第二 如果说你们觉得不够好 我补充一个香港法案 那刚才汪欧兄讲得很清楚 现在这个香港人权民族法案呢 在上下院的这个外交委员会通过 再来等的就是那个两院的通过 两院通过之后 川普签署呢 将来就可以成为法律了 但是呢 他的罚则 坦白说呢 是有弹性空间的 也就是将来都怎么罚 罚多重 怎么认定什么 他不可能一步道说 你只要犯一个错 我就把香港地位完全抹杀掉 不可能走到内部 现在我们才觉得 最多是就是针对个人一个个罚 而且从什么开始罚呢 从香港官员开始罚 然后再罚到中共官员 这样的话我就一层层 我切片 这就是我们在政治学讲的那种 惩罚的刻度 就是他可玩的操作空间很大 但他讲了说 希望能够这样子保障香港的自由 法治跟民主生活方式 希望习近平做一个伟大的领袖 又给他一次机会了 然后他说了 这句话很有趣啊 中共全世界在注视着 中共你怎么处理香港问题 决定了你将来的世界上的角色 可是中共也多次讲了 你们不要对香港问题说三道四 这是内政问题 我们要这样干 所以我们过去讲过 中共等于明白告诉他说 我是全世界民主自由的敌人 你们看着办吧 几乎这个意思 那现在就看看你最后 川普也给你的机会 当然大家都知道 我们也讲过 香港问题呢 对川普来说 对中共来说都是原子弹 问题是你敢不敢用 最后就是美国制度优良的问题 那这个他也讲了很多了 但他特别讲就是神的帮助 所以我刚才提了 比较有趣是中共很快就反映了 中共发言人就出来说 这是一个论坛 你们应该彼此听听 你应该倾听别人的说法呀 你怎么老是也听听别的 这些开发中国家的发展诉求啊 你怎么老是在那边言语攻击人家 老是怎么干涉内政呢 然后我们应该再继续对话 所以如果真的知道 中国这样讲话 他把联合会变成一个 大家讲空话的论坛 真的是这样 他现在这么多人 他就把他完成这套东西 那现在就是我们是不是要坚守价值 我们是不是相信我们相信的东西 重点在这里 那张老师怎么看 这个从苏联解体之后 其实美国总统很少在国际场合 真的在指责共产主义了 因为苏联解体 美国认为就是共产主义失败 自由民主胜利 所以他在指责共产主义 好像这个胜利的不够彻底 所以从苏联解体之后 其实美国总统或整个美国官方 经常指责的是恐怖主义 很少在指责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 那这次川普今天讲这个话 据我个人观察 大概是从苏联解体以来 美国总统在联合国大会 或类似的场合 指责社会主义时间最长的一次 我认为这一点恐怕是一个政策上 非常重要的转折 但是呢 现在中共习近平他强调的是 勿忘初心 也就是我要强调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的原则 那么这个中共呢 其实大家都知道说 他有很多对这个社会主义 还是相当强调的这种思想教育 精神教育 譬如说在中国大陆 大家都知道有首歌很有名 叫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国家 人民地位高 反动派被打倒 帝国主义夹着一把套跑了 他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社会主义第一个是打跑反动派 第二个是帝国主义也逃走了 那对中共来讲谁是反动派 谁是帝国主义 就是美国 对 这个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呢 只要是中国大陆继续强调 现在的这种 思想教育 政治教育 勿忘初心 然后川普 你这边政策 如果又不变的话 那个注定将来的冲突 是无法避免的 好我们稍后立刻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川普这两天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讲很重要 那讲得很清楚 同时呢美国国会各式各样制裁中国的法案 也陆续的推出跟出来 那同时呢川普竟然在联合国大会上面讲了美光科技遭受到盗窃跟侵权的案例 那确实外界很惊讶 川普会把这一个例子放在演讲内容当中 我们看一下下面的片段 川普 像只 po过一例子 我最近遇见了一个名称 的美国美国弈 美国国弈 美国弈量 在美国弈 美国弈 美国弈开机器用在多数个充電 达到中国国内最终之五个月的繁金 好 月中我们刚刚看到的片段是 川普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讲 他说美光被偷了技术 然后遭受到87亿美金的损失 结果美光还被禁止 在中国内部销售产品 所以我们美国要寻找正义 要帮美光被偷窃的技术 找回来属于美光的正义 所以说这件事情 你不觉得真的很奇怪 怎么会是这样子的逻辑 那其实这个事情真的是牵扯很深的 尤其台湾的联电也被牵进来 那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 最早就是因为这边一个关键人物 叫陈正坤的 他是谁呢 他是原本台湾美光的董事长 这么高的职位 那他先从美光的董事长 跳槽到联电去 而且他去的同时 带了左右这两个人 左右附化 做什么事情呢 其实在这时候就已经把 美光的关键技术 很多的机密 其实通通都带到联电去了 那而且这个夸张到什么地步呢 几乎就是美光的所有重要的文件 全部都被他copy了 连那些相关的东西 都直接用随身碟用硬碟 全部都抠光光了 比小王 因为他董事长这么大的职位 而且他指使下面的人 去做这件事情 当然所有东西都过去 可是他这时候只是去联电 还跟进华没有关系 好 他到了联电之后 当然这些事情就 这些机密就被带到联电去 那联电 美光原本是联电的客户之一 所以为什么这次联电 会被牵扯进去 想也知道 你今天这个陈振坤过来 你有没有把美光的资料 也带到联电去了 有 一定有 好 可是这个陈振坤 在联电又做了没有多久 就被这个中国的进华 这家公司给挖角去了 因为进华是中国的国营企业 他们想要发展半导体的 这个公司 可是他们以前没有技术 所以他就高薪挖了这个陈振坤过去 好 陈振坤过去之后 他就是因为原本在联电待过了 我就牵线 表面上我是跟你联电合作 可是事实上 他知道因为在联电已经有 间接拿到美光的这些技术 那再加上他又把他当初的这两个 从美光一起带过来 带到联电 再从联电又带到进华的这些人 通通一起都带到进华过去了 所以你看到 整个技术就是透过联电 为一个转接站 就把美光的技术 都都都都就到进华去 所以美光这一次告 就把进华跟联电一起告 而且甚至联电被索赔 两百亿美金啊 你说美光损失八十七 结果联电光他又赔两百亿 而且联电他的市值也才五十亿美金 一年的营收也才六千多亿台币 他怎么赔得起两百亿美金呢 如果真的要赔 但这个案子还没有最后定案 如果真的赔下去 真的是联电一定会倒的 好 那我们再看类似的事情真的很多 而且这些年来发生这个事情 都跟台湾的有关系 还不是说直接中国 直接去挖了哪个大企业 通通中间有一个中间人 基本上就是台湾 我再回来讲这个案子 因为我这两天也会整理 台积电这个前任的高阶主管 讲上亿 现在帮老共发展半导体 他对这个媒体承认 他新的技术可能 有可能跟台积电有重叠 我认为这也很争议 这非常非常争议 所以我这两天会认真做 那以这个案例来讲 台湾变成中介的平台 就是说源头的技术 跟技术的产权 事实上专利是美光的 可是中间有一个 华一台籍的高阶主管 叫陈振昆 陈振昆由于联电 从美光挖角过来 于是就把美光的技术 带到联电 后来又被进华挖走 所以就带到大陆进华了 所以事实上 直接跟间接的窃取的 这个美光的专利跟技术 是美光进行这场 司法诉讼跟索赔的关键 那当然司法诉讼 很有可能很冗藏 最后的判赔金额 也未必是200亿美金 可是这个源头叫做 有台湾的平台 包含台湾的企业 包含台湾的高阶工程人员 或者高阶主管人员 高阶科技人 然后才能够取得 美国的关键技术 然后也才能够深入中国 不然进华不会有这个技术 是的 因为你今天进华 直接找美光 美光不会同意的 美国基本上不太可能 跟中国这些企业 就算有合作都是很低阶的 但是因为美国的企业 基本上都相信台湾 所以有一些比较 不是最高端的 但是也算是很高阶的技术 他愿意移转给台湾 可是中国在原本是连这些中阶 地阶技术都没有 都没有 所以他们就先从台湾下手 所以你会发现 中国的半导体产业 他都从台湾挖了 或者挖团队 或者挖整批跟技术 是 那这个是联电跟美光 跟进华的恩怨情仇 是 我明天还会追蒋上益 也是这样的故事 蒋上益是先被 这个中心半导体挖走 那现在做了一个武汉的 半导体的案子 他现在说武汉那个半导体的案子 技术可能有部分跟台积电重点 我不知道台积电介不介意 那台积电的源头 其实也类似 张鲁金是那时候 那个四大机体电路 因为台积电去挖角四大 那张鲁金原本是 他那边的总经理 总负责人 结果在挖角的时候 他不愿意到台积电 所以他就到中国 去自己创立一个中心半导体 可是他利用他这个关系 从原本的四大 甚至台积电挖了很多人去 结果就带了很多台积电的技术 就到中心半导体去 所以台积电也为了这些事情 告中心半导体 而且这个是有成案的 所以后来中心半导体有赔偿 所以说类似这个 张鲁金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后来真陆讯 你虽然完全没有责任 这很难 因为这个迷野人看也知道 你明明原本就没技术 为什么这些人过去之后 你就有这个技术 对 刮天理下 好 那所以这个就是美中贸易战工坊的 知识产权的保护 是 没错 川普把这个案例 拿到联合国大会上去讲了 那表示说类似美光这个案例 有很多 非常多 那刚刚举台积电 或者其他的半导体的案例 好 那所以事实上 美国现在全方面的 围堵中国的过程当中 相当多的技术 包含了先前我们都追过 华为的手机一部分的技术 是不是窃取来自美国 是 那其实他也有一部分 也是还是一样 透过台湾的公司 或者台湾的工程师 因为华为像他就在台湾 成立一家公司叫迅威 他在利用这个迅威 事实上表面 他是说他是新加坡商 可是他的背后其实是华为 他就利用迅威的这个关系 在台湾就挖角很多 跟手机有关的人才 那尤其是那时候联发科 去更早以前的那个 叫做成型半导体 你也做手机晶片的 他就利用这个过程当中 他就从那边挖了很多人 到这个迅威去 那这些人就是都成为 后来华为去发展 手机的关键人物 那都是有关联的嘛 而且不只是科技 你看这个化工业 也都牵扯进来 而且这巴斯不是 德国的公司 那巴斯不是全世界 最大的化学公司 化工公司 大家可能对他不熟悉 可是这个案子也是很夸张 同样的 原本这个高阶主管 叫做林家威的 他原本是巴斯福 在台湾的厂长 也是位高权重 好 可是他退休 下来之后 就被这个江英的 这个江化为电子公司 给挖角 高薪挖角去 当然我不是平白挖你过来 重点是利用你的人脉 把你以前在巴斯福的 这些徒子徒孙 一概的全部挖过去 所以你看到第二个人 叫做黄毅玲的这个 就是林家威退休之后就黄毅玲接他班 也是厂长的位置 就是这样子 利用这个关系 因为黄毅玲是林家威的徒弟 所以利用这个关系 因为黄毅玲还在限职 刚刚我们说那个都至少挖角过去 这个都还在限职 就利用限职的关系 就开始把这个在巴斯福的这些关键技术 尤其这个所谓的电子级硫酸 大家想说硫酸这东西是十几个人 半导体设备 尤其像很多的那个 那个晶元啊 为什么都要靠油酸去洗 那是很精密 那个浓度配方 那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我们给观众朋友上一个背景知识 半导体不是只有电子技术 它中间有很多材料是化学技术 那这种化学技术本来是专属巴斯福的 那他可能有专利 那你跟他原厂拿专利的原料可能是很贵的 但是这一个江音公司 如果拿到这个技术在大陆做 就立刻把价钱打烂 那像这种故事也在日韩贸易上当中有 日本在围堵韩国的时候 日本不是有很多关键涂料 关键的技术都在我日本人手上 那你没有这些涂料的话 那你韩国厂商仍然没有办法生产 对 你跟你说不错 因为它非常非常的关键 你这个东西你配方不对 你后面的全部都都不行了 所以很关键 那不只这样 像连军事科技都扯进来了 那你看又是一样 又是有关键的台语人 那这个原本这个叫时宇奇的 他本来在台大毕业之后 他到美国去工作 而且因为他一开始是在美国的海军研究院 算是军事单位 在那边任教 所以他跟美国的军方非常好 那他有一个很关键的技术 就是这个叫做淡化甲的微波集成晶片 他做什么用 他用在军事科技 尤其是用在雷达上面 所以美国对这个商品其实是管制的 可是中国很想取得 就透过关系 就是左边这家原本叫加时科技的这家公司 就跟他牵上线了 好 那这个人就这样子就被收买 而且他就 他就到这个加时科技去认识 可是这是私底下 但是他另外成立了一家空壳公司 而且跟人家说 我是拍电影的 我不是做任何这个有关的 可是私底下他就把这个叫NMIC 简称NMIC的这个晶片 透过一些人头 偷偷寄到中国大陆去 可是中国大陆取了之后 我只是有这个东西能用 但是我想做 我不会做嘛 所以就又牵扯到下面这件事 而且这是美国司法部在调查的过程当中 发现说 不对啊 以前只是拿到会用 怎么现在他们居然会做了 原来台湾的另外一家公司叫文茂半导体 也被这个过程当中给收买 因为文茂半导体有个全世界很独家的 叫做生化家的这个东西 那这个NMIC他很关键的技术 就跟这个有关 所以呢 原本这个石玉琪他只会设计 但是他也不懂制程 好 所以呢 这个加时科技就想到 台湾对这个东西很厉害 所以就这样牵扯到 另外一个人叫杨光宇的 那杨光宇他摆认职这家公司叫联影 联影也是做生化家的 透过他也是一样 利用他的关系 因为他对生化家比较熟悉 然后他比较 但是他原本跟文茂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所以他怎么样 他就很聪明 就假装在这个人力银行网站 登说我要增人才 我要做这方面 因为我要在台湾自己成立一家新公司 就文茂的工程师就傻傻的就去应征 然后就interview 而且interview过程当中 就给你看你程度怎样嘛 我就问你几个问题 看你会不会 事实上那些问题是什么 是生化家要研发过程当中 原本增加加持科技 他无法解决的问题 一开始他也不知道嘛 他以为是这个老板考我懂不懂嘛 那我就很诚实的答了嘛 后来就知道说原来是这样 可是偏偏去应征的这个人 后来他也知道 原来是背后还有中国 结果因为高薪收买 就他进去之后 又开始拉他的同事 越拉越多越拉越多 最后文贸半导品 更夸张 这个叫原本他叫加持科技 后来因为事情 他改名叫海威 这个华欣 他公司改名之后呢 他利用这个关系抓这些人 其实他只花了四百万台币而已 可是欠学技术高达七十五亿 赚很大 所以中国制造二零二五 有很多技术 恐怕台湾业者 台湾科技人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我们改天就来解析解析 怎么渗透台湾科技业 怎么偷技术 我们稍后再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 川普在联合国的演讲 很凶狠 连美光技术被偷 都拿出来讲 那同时呢 美国国会制裁中国的方案 也越来越凶 一个接着一个按 那郭文贵事实上 也在网路上报了料 好 朗东刚看到的是郭文贵的爆料 所以中南海为什么对香港 对台湾各式各样的战略 也越来越收紧 也是跟美中的贸易战 跟国际战略有关联 这个三大战 这个标的下去 刚看下去还有一次第三世界大战 其实不是啦 第一个呢 他就是说怕中国的一些有钱人跑掉 包括说马云啊 或是说许家印 马化腾等等 为什么 这表示说中国呢 他觉得这些有钱人 他们很可能会在中美贸易战当中的话 把资金转移到美国去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是说中国 他可能内部 政府的这些财政问题 已经出现一些问题 必须要把企业钱拿进来 他从整个非洲租瘟啊 或是从这个科技贸易战啊 等等 一步一步推到说 哇 大家对经济上市信心 不肯买房了之后 哇 那中国的经济整个会垮掉 这会影响到中国政权 中国共产党政权 所以说 他现在先把钱收回来 先避免说呢 这个问题会发生 他宁可会减损企业的一个营运效率 第二个呢 郭文贵他去讲说 中国呢 他要去整个布局 包含说中东 非洲 东欧 他要去做军事上的布局 也包含的是说 他要去游说 像是俄罗斯啊 等等的地方 把这个人民币 当成他们的外币储备 对于呢 这个美国来讲 他原本呢 透过这个贸易战的话呢 可以获得一些效果 他的这个石油呢 却因为伊朗这个关系 所以说 伊朗一旦靠向中国的话 美国的石油部分的优势呢 就会丧失 那我还在讲是说 第三个点呢 就所谓的 这个可能中国要去对台湾 进行的这个武力犯台 这件事情呢 我客观的去来讲的话呢 综合其他的一些军事报导 几率不高 至少在2019年几率不高 因为美国的 华盛顿邮报底下的外交政策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 这个对于台美的 台湾跟台海之间的 这个军事分析嘛 他其实有提到是说 那台湾要去抵御 中国的进攻的话 最有可能的时间点 是在四月跟十月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中间的 夏天跟秋天有台风 冬天有东北季风 不利于登陆 十月其实也是很快的 就下个月 但是呢 解放军要集结 因为现在卫星系统 非常的这个完备 所以他必须要 一到两个月时间集结 所以如果十月一号 要集结 因为只有十月打 在天气上比较适合 可是十月要打到 现在就要大军 已经集结了 可是目前呢 不管是台湾 都是美国的军事卫星 没有发现任何的 这个异状啦 所以说呢 在2019年的话 中国要去打到台湾 机率不高 可是我认为 郭文贵这提醒 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也呼应说 为什么美国愿意 把M1战车 跟F16V呢 这个卖给台湾 因为这个军事的 这个压力的话 在明年的四月 明年的十月 他会不断的 重复的这个上演 那美国如果 一旦失去台湾 他就失去了 整个在东亚的 这个版图的 控制力的一大块 那所以说呢 这个在整个 第一岛链的 这个考量之下的话 美国才会跟台湾 有更多的 军事上面的这个合作 这个我是认为 是在郭文贵的 这个说法 他可能不是 当下马上会发生 可是他就是 我们未来的一个警讯 必须好好思考 好 接下来 大家收看 年代向前看 也提醒我们 忠实观众跟粉丝朋友 扫描QR Code 订阅年代向前看 YouTube官方频道 我们同时在 IG脸书跟推特上面 也有官方的账号 欢迎观众朋友 分享订阅跟追踪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 哈喽 我是陈寗官 拜托大家支持 唯一官方频道 年代向前看 赶快按订阅哦